啊 沖沖樂的沖沖樂 沖沖樂的沖沖樂 啊 漲停版啦 按讚訂閱留言才能賺漲停版 沒錯 歡迎收看今天的支付達人 我是主持人子彥 大家好 我是周董 今天台股又上漲了20點 指數收在17673點 真的今天又突破新高了 所以周董常在講 我說多頭你千萬要記得 你期貨跟選擇權你要永遠獲勝 而且穩定賺的話 你一定要記得方向 了解嗎 那方向不要自己預期啊 了解我意思嗎 你方向自己想 是不是有很多人會想 哪裡是支撐啊 哪裡就是壓力啊 到哪裡要買啊 到哪裡要賣啊 有沒有人這樣想 有很多 你想想看 你做做看 周董保證你輸一輩子 了解嗎 為什麼我敢保證 因為答案很簡單 我幫你發明了抓方向的方法 關鍵價 十日限 期貨開盤價 小燕 我講了兩年了 你進來也聽了兩個月了 對 你每一天都在驗證 了解嗎 你難道沒有發現 周董說了算 了解嗎 我說關鍵價17500 有沒有變 沒有 17500之上有沒有多頭 有 多頭四個字 屢創新高 了解嗎 所以你就知道說呢 連小燕都知道 多頭就四個字嘛 屢創新高嘛 那要檢驗多頭呢 很厲害 關鍵價 十日限 來進入周董的世界 小燕 我說呢 這個盤啊 成屬必然 我關鍵價呢 是不是設在17500 是 我連變都沒有變過對不對 嗯 小燕 那現在不是在17500之上嗎 是啊 17500之上 十日限之上 所以呢 屢創新高呢是必然 了解嗎 可是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來來了 屢創新高要怎麼樣才可以穩定獲勝 它又是另外一種策略思維 了解嗎 因為我講過 我說呢 我們現在台灣股市呢 有自己的特殊點 特殊的點 什麼叫特殊點 明年1月13號要選總統 是 那選總統呢 如果是連任的話對不對 那跟股市一點關係都沒有 股市呢 對於連任者啊 不會有什麼任何的 為了連任啊 一定會怎樣 不會不會 股市呢 如果對連任者的話 相對的 從頭跌到尾 有可能 出現過嘛 對不對 從低檔漲到高檔 也有可能 出現過嘛 對不對 可是呢偏偏 如果呢是一個 新的 才要選第一任的 這個態勢的話 對不對 總統給你掛布景 一定是 做到1月13號 讓你呢 可以安心的投下來 快樂的去投大家一票 對不對 相對的 這次要選新的還是連任的 這次選新的 新的 了解嗎 那新的就很簡單啊 周董哥跟你講 我說呢 台灣特殊的利基啊 所以1月13號之前 穩的 安的對不對 是 那重點來了喔 那你有沒有跟我一樣 紅地買進 穩穩賺 策略做多 穩穩賺 如果你知道我的手勢的話 你最近一定賺不少 最少賺3000點 這麼多啊 我們每天都有計算的啊 有喔 我們每天幫大家記錄 他拉回到哪裡 我們的確有做多策略 還記得吧 他拉回的時候 我們做多策略戰還套勞對不對 然後呢被迫套勞對不對 因為酸民就說 那你要證明給我看啊 你都沒有虧過對不對 有 我證明了 我虧得很慘 可是呢 屢創新高又大賺 有沒有 有沒有證明 有有證明 了解嗎 所以呢目前呢 你一定要找到周董 可以讓你穩賺的策略 來 我說呢 答案簡單啦 這個行情要分兩段看 兩段 第一段呢 就是擊掌 那擊掌的第一天 我也幫你掌握到了嗎 有 你回去看呢 11月2號我的影片 我直接告訴你 我ALL IN了 嗯 全力做做嘛對不對 對 然後一路一路呢 你會看到天天過高 天天過高對不對 是 幾乎是天天過高了 就漲到了17400嘛 嗯 那來到這個點位呢 泰式呢 就有變了 那有變呢 我也告訴大家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變化 答案也很簡單啊 因為呢 周董就想想一個問題 16000點 漲到17400 這中間都沒有休息對不對 嗯 我們都大賺2800點對不對 對 相對的 如果我是控盤者的話 我會冒這個風險呢 讓大盤呢 每一天都這樣的速度 每一天都一兩百點 每一天呢 都一路漲到1月13號嗎 有沒有 嗯 我會這樣嗎 會吧 不會嗎 為什麼不會 答案很簡單 第一個 你上不了車 第二個 籌碼沒有清洗 了解嗎 很多人會怎樣 那就一路狂追啊 還記得AI吧 AI呢 是不是呢 你的3231的偽創呢 從呢 30塊一路追到 160 170對不對 嗯 到最後怎樣 大跌 支支落 有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呢 控盤不能夠這樣控 控盤是怎樣 控盤是 只要順走四個字好了 屢創新高 屢創新高不是叫你天天創高啊 嗯 了解嗎 屢創新高怎樣 拉回 再上 拉回 再上 拉回 再上 了解嗎 這樣的時間跟空間 還有中間的換手 才會完整 是 否則都讓你做到一個高點 他後面崩盤 來來來 小燕 如果呢1月13號之前啊 之前啊對不對 大盤突然崩一兩千點 你這個票投得下去嗎 投不下去 會挖去 了解嗎 所以周董很了解控盤者 因為我把自己當控盤者 對不對 我把自己當控盤者的時候 我就知道控盤者怎麼做 來 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個位置 我們多單出掉了對不對 是 逢梯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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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說呢 會過高嘛對不對 對 你看我接接接接 是不是接到手斷掉 是 接到手斷掉以後 他有沒有過高 有 獲利了解 了解嗎 好然後接下來呢 接接接接接 是不是又接到手斷掉 對 他有沒有過高 有 獲利了解 了解嗎 所以這樣的節奏是絕對對的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周董呢 就告訴大家 我抓的方向一定對 那因為方向對一定賺嘛 期權就是如此對不對 是 股票不一定喔 股票方向對 沒得賺 為什麼沒得賺 那來來來看看 周董呢 不會言啊 我用我的例子來給大家 也不怕大家笑了 新日新 小燕 嗯 你自己看 這裡買進 是 到今天有賺嗎 沒有耶 又回到平盤了 回到原點 你跟周董講 那新日新是多頭還是空頭 他是多頭 方向對嘛 股票沒得賺 真的 了解嗎 所以為什麼呢 我說這六字真言 是用在期貨跟選擇權 因為期貨跟選擇權 不會像股票一樣 股票怎麼樣 橫盤一個月 你以為結束啦 橫盤兩個月 你以為結束啦 橫盤三個月 你以為結束啦 沒有 橫盤一年 再暴漲五倍啦 有沒有大的股票 有 有 了解嗎 所以只有期貨跟選擇權 周董寫這六個字 因為股票不符合 了解嗎 來 真的是用心良苦 了解嗎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小燕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可以幫你分析大盤 分析多空的點位 哪一個點要做多 一路往上做 哪一個點要做空 一路往下做 這個點位 早上八點就給大家的話 要不要好好跟著他 當然要啊 重點來了 這麼好賺錢的機會 免費 重點來了 永遠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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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永遠免費 來 小燕 這就是我的 齊權大勝的群組 有沒有 我每一天都會告訴你 哪一個點位置上 做多 這很清楚吧 大陀螺戰法 就是你哪個點 買的都會過高 哪個點到哪個點中間 對不對 你要做一個震盪 那這個點到這個點了 因為是多頭嘛 對不對 所以記得我這個 游標 游標這裡在低檔對不對 買進 賣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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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震盪往上 所以我也告訴你 哪裡買哪裡賣 對不對 是 這件事是空頭 空頭要怎樣 放空 回補 放空 回補 放空 回補 有沒有看到 然後最後 有一個直接放空的點位 大空頭 因為我們就知道 這個點如果不守的話 對不對 隨時就是一個豬羊變色的牌 而且還告訴你 崩跌的時候會崩跌到哪裡 連崩跌到哪裡都寫出來 都講清楚 所以這個永遠免費的網站 太厲害了 我們最近才開的 叫齊全大勝 那這個 所謂的一個指導的點位 對不對 他不一定每一天都在對話框 你必須在你的手機 按上這個 右上角的三條線 按進去以後 會到一個Line Moon 對不對 這個貼文 這個貼文 就是我們每天要更新的地方 你再點進去 點進去以後 你就會到我們這個 每一天貼文的畫面 對不對 除了有告訴你 教學你的策略 也就是讓你知道 我的選擇權跟期貨 穩定獲勝的策略之外 對不對 我知道你要的是這個 哈哈 點位 沒錯 等很久了 有沒有看到 就是告訴我 你直接告訴我 哪裡放空 哪裡回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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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直接跟我講 不要講那麼多 不要講太多 對 所以周董知道呢 現在呢 大家的一個要求 越來越高了 也就是呢 你一定要告訴我 你一定要很明確的告訴我 哪裡做多 哪裡回補 哪裡做空 哪裡回補 了解嗎 不要再跟我講 或許 假如 可能 不排除 對不對 因為現在是一個網路的世界 你知道知道網路世界呢 是要受大家檢驗的 對 然後大家的檢驗的力道強不強 很強喔 很強 有接近檸檬的酸度 來 來來來 所以呢 周董是這樣 這是今天的 12月15號 想要幫我驗證喔 嗯 我有沒有講清楚12月起 有 這邊遮起來的 你記得 我們的影片會遮啦 可是呢 你進入那個網站不會遮 進入我的light不會遮 好不好 light呢就直接告訴你 哪個點 直接做多 嗯 一定會過新高 那我是不是有講這個點 這個點今天打開了喔 打開了是不是就可以讓你驗證了 對 好 17640到17740 來 小燕 念給大家聽 用第五代 下軌做多 上軌出 這哪個字你不懂 沒有一個字不懂啊 都懂嗎 對不對 對啊 那你一定會想 那第五代是什麼 對啊 第五代的話 你要跟我要那個策略資料的話 你私訊我 我直接給你對不對 可是重點 我不會遮 下軌 是不是有個軌道 嗯 做多 懂嗎 是 上軌 有沒有一個軌道 有 做多獲利出 這樣懂嗎 這樣不會再做錯了吧 不會 喔 今天也有圖喔 今天喔 今天有沒有640 至上 有 到774 有 有吧對不對 所以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看到軌道 這邊是 1分K來觸下軌 嗯 觸下軌要怎樣 下軌要做多 好 做多 連小燕都會囉 小燕沒有做過期貨 都會囉 了解嗎 然後呢 上軌要怎樣 上軌要出 這樣清楚嗎 這樣有沒有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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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沒有轉 轉幾趟 轉了123455趟 如果你要這樣的策略 而且每一天都要穩定獲勝 穩定轉的話 今天就負責一個任務就好 加入周董的齊全大勝 所以小燕你等一下任務很重要 是 告訴大家 怎麼樣加入是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怎麼樣加入是一定找得到的 或許掃碼掃不到 那就直接找light 了解嗎 所以用盡方法今天一定要加 否則的話你又沒有按讚 又沒有訂閱 又沒有分享對不對 你可能今天看完影片以後 明天就不知道我是誰了 了解嗎 那今天看到 今天就找到 好不好 就做這麼一個動作 來 好 幫我們馬上掃描這個QR Code 看這一張就好 對對對 這個大圖QR Code 直接掃進去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齊全大勝 用手機的什麼掃 用手機相機就可以 相機功能 或是你用light裡面 也有一個掃描的那個 light裡面也有掃描 對對對 那掃描的話 就對準這個QR Code 沒錯 然後就會跳出一個網址 是 就趕快按下去就到了 對不對 按進去就對了 如果沒有 如果掃不到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沒錯 你在light裡面怎樣 搜尋這個LineID 小老鼠KING88168 要記得打前面那個小老鼠 因為很多人好像常常忘記打 對 你忘記打的話也找不到 對啊 那小老鼠的話 基本上了 每個手機上面按鍵都有 找一下就有了 對 否則的話很簡單 直接到通訊行 我們手機行很多嘛 比Seven還多對不對 是 直接到通訊行 然後直接告訴店員 幫我加入這個網站 他就會幫你做到 那網站加入過後 對不對 你要記得 不管是怎麼樣的手機 都有所謂的釘選 把周董的釘選起來 這樣我們每次發訊 都會在最上面 你就會看得到了 否則的話 你的朋友五千個對不對 有沒有五千個 我的訊息其實經常 就超過五千 所以要釘選 了解嗎 所以你就知道 周董教你的 一定是這個大盤 尤其是台灣股市 絕對能夠穩定賺的方法 來繼續 看這一張 而且都在開盤前 就先告訴我 對啊開盤前一定要講 否則開盤後 真的火車都過了 對不對 真的 今天15號 我們又做到了 那剛才大家會講 那你不是說 關鍵價值上 十字線之上 是多頭會履創性高嗎 對啊為什麼今天做空啊 我們講過 我們呢 依照控盤者的意念 這個盤呢 是不可能天天讓它漲 如果天天讓它漲的話 後面呢會崩盤 所以呢 我們看到沒有 以期貨開盤價為基準 是 上多下空不得有物 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今天過高 有沒有想 早上就過高了嗎 有 那多頭履創性高 這四個字有沒有符合 有 有符合對不對 可是呢多頭履創性高過後 它沒有再過高 這邊就可以空了 那這邊呢 切線畫得很清楚嘛 你也是要破切空嘛 對不對 是 跟大家講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我講過 期貨永遠是假的 只有什麼才是真的 現貨才是真的 你看連小燕都會背了 了解嗎 如果你再不會的話 就要打屁股 小燕 嗯 記得 周董教的 一定是這個世界上 唯一能夠穩賺的方法 嗯 現貨是真的嘛 對 需要去看期貨嗎 不用 不用 看現貨嘛 如果你是真的 如果你是真的 你早就過了對不對 對 那如果呢 你是真的 你也不會破對不對 現貨呢 有沒有在這邊破給我們看 有 那你注意看喔 只有這邊 對 只有這邊 只有這邊 嗯 趕快了 喔 所以也是確認方向之後 才在這個點位做空 很多人為什麼期貨永遠呢 做錯 當然簡單 你看不爽你就放空 為什麼 他一直過高 你一直放空 因為你不相信嘛 對 那很多人為什麼呢 做多的時候也會錯 做空的時候也會錯 當然簡單 你不相信他會跌100點 你不相信他會跌200點 你更不相信他會跌300點 你更不相信他會跌300點 你了解嗎 可是總統不會 總統是這樣 我等 等什麼 等趨勢 等到方向出來 等方向 你了解嗎 那你是什麼 瞎猜亂猜 你有根據嗎 你沒有根據 我有沒有找出數學理論 有沒有破界線 來 我們有找出科學理論 現貨有沒有轉弱 有 那你要記得 這個時間點 跟這個時間點 也是一模一樣的 是 周董有沒有辦法造假 沒有辦法 了解嗎 那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我PO的圖 會員要空 空得到 一定有這個簡訊 否則的話 那我不會在節目上影片告訴會員說 我賺79點 會員會炸鍋 了解嗎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做的都是有所本 是 做多就跟你講做多嘛 我出了對不對 對 今天呢 跳上去不關我的事對不對 我們賺了是不是放口袋 是 是不是放口袋 是 這邊做空啊 昨天做空啊 昨天做空也跟你講道理啊 有沒有能拿現貨來印證 有吧 對不對 一樣嘛 現貨轉弱的時候對不對 放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賺了 這張沒有更新啊 哦 了解嗎 所以呢我們就穩穩 穩穩的 期貨跟選擇權講究的是勝率 是 不是講究 買最低 賣最高 空最高 補最低 如果呢 你老是講究後者的話 你這一輩子會 哈哈 答案很簡單嘛 這麼嚴重 答案很簡單嘛 大家看的最低 是最低嗎 不一定 大家看的最高是最高嗎 也很難 會不會設停損 會 拔給你死 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為什麼呢 我都穩定做穩定轉 我追求的是高勝率 我出手100次 我一定要贏95次 小燕 嗯 就是要這樣對自己有自信 是 了解嗎 就像你主持100次對不對 嗯 你要呢對100次 好不好 沒問題我會努力 所以呢周董直接呢 帶大家禮拜六 把呢 未來期貨跟選擇權 穩定獲勝的策略 把它賺到 是 小燕麻煩你了 禮拜六也就是明天 12月16號在下午2點台北 哇 就是明天 可是我們今天 還來得及嗎 今天還來得及 我跟大家講 昨天不是說位置就已經快不夠了 位置快不夠對不對 周董還可以增加 你知道嗎 還可以增加 台灣呢有一個特殊的狀況 老闆呢椅子不夠的時候呢 會不會拿紅色的塑膠椅出來 喔 周董有準備啦 所以不用做地板 不用做地板 有準備紅色的塑膠椅 太好了 太好了 可是呢還是算椅子好不好 是是是 那趕快幫我們掃描 旁邊的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填些表彈 或是或是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幫我們 撥打電話進來 0223219933 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不用坐紅色椅子 那記得喔 禮拜六早上也可以撥喔 因為我們是下午的 所以你早上撥的話呢 如果你是台北人的話 對不對 都趕得來啦 幾點啦 幾點可以打電話 會不會還沒上班 好啦 周董呢 再規定一下 明天下午1點之前 是 我都讓你緊急打電話 我緊急去調紅色的塑膠椅 好 大家趕快幫我們打電話進來 0223219933 那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 拜拜 第幾下午保險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件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涉嫌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同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我現在已經說了 阿咙 這不是阿咙 我 patience 我的鼓振 PK 在這地方 我開始想說 一個花音 突然過